大家好我是一年七八二十八號邱怡寧 今天我要介紹的好書是 歡迎光臨小兔子冰國鋪 圖文作者身為李家子出版社是小熊出版 這本書在講有五隻兔子開了一台餐車去了各種地方 今天他們去了海灘 他們賣了水果冰和果汁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們在玩水的時候 遇到了美人魚 他們跟著美人魚 到了美人魚的家 美人魚要把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手鍊和項鍊 當作禮物送給他們 這本書畫得很可愛 希望大家也能借來看 大家好我是陳凱彤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我們都是奇蹟男孩 我今天要講的一頁就是 媽媽說我很獨特 他說我是一個奇蹟男孩 我的小狗也贊同 不過有些人並不認為我是個奇蹟男孩 他們看到的是我長得有多麼不一樣 我最喜歡的一句話就是媽媽說我很獨特 因為每個人都有特別的地方 我們可以去把它變成優點 大家好我叫做蔡雅涵 今天我要介紹的這本書叫做米菲的笛子 爺爺在森林裡撿到一根棍子 他把棍子做成了笛子 做成了以後 爺爺打電話給米菲 米菲好開心 聽到爺爺要給米菲笛子 米菲大聲的說耶 看到底子好開心就一直練習 練習到他可以吹出 吐爺爺好 吐爺爺送給你的底子 結果他後來拿去給兔爺爺聽 兔爺爺爺說米菲你好棒喔 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是一年九班二十九號 瑜伽穎 我今天要分享的故事叫做 愛哭公主文林賴小言賴馬圖 賴馬圖賴馬 這裡面有兩個派對 第一個派對是粉紅色派對 問題就是我們的黃色氣球 他媽媽說老闆說買一百顆氣球 送一顆黃色氣球 他哭哭哭 直到他寫五盆掌 然後媽媽叫他不哭咒語 接著問題又出在 黃色派對的藍色帽子 留下來 大家都很緊張 他想到他媽媽教他的 母哭咒語 而且又拿出了他媽媽送他的 黃色眼鏡 所有看到的東西都是黃色的 大家好高興 因為愛哭公主沒有哭 愛哭公主說 以後請叫我愛咪公主喔 好 這就是我今天要講的故事 這就是 告訴我們說 要每天都笑咪咪的 不要哭 哭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好 那我故事說完了 下次見 拜拜 大家好 我是209班的周子 今天我要給你介紹 害怕的小熊 裡面的小熊 他本來很害怕 但是後來他 他害怕的東西都是他爸爸媽媽在打呼的聲音 但是他 他在睡覺的時候 有 他在睡覺的時候 就是覺得爸爸媽媽在打呼聲像霸霧的聲音 然後他們 然後 小熊後來就進去 爸爸媽媽的房間裡看到 爸爸媽媽在打呼 然後 小熊 小熊就 小熊聽到那些聲音就害怕的躲起來 躲在被子裡 然後他就 他 他就很害怕那些 那些 怪獸都是 都是 都是真的 但是後來都是爸爸媽媽的打呼聲 哈囉 大家好 我是209班的周子 我今天要 跟你說 是這個 正義使者 裡面我最喜歡的地方就是 正義使者不會 亂 亂打人 亂罵人 還有 看到別人受傷 會 會浮起來 會把他浮起來 但是 不是正義使者的人 就是 就是 只會停在腳踢 然後 全部的 然後 看到 然後 別人受傷 的 一塊笑嘎 裡面有一個機器人 他 那 就看到 很多 很多 被 二號機器人打敗的 怪獸 他就幫他 刀扎好傷口 然後 還背他回家 好囉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 二年 九班的 臨以樂 我今天要介紹的好書是 小耳朵 至於 小耳朵 這本書的主角就是一隻小兔子 他天生就跟別人不一樣 他有著一大一小的耳朵 他聽說 他聽說 森林裡有一個強大魔法師 可以實現任何人的願望 他披上他的皮筋 將踏上尋找魔法師的旅程 在這個旅程中 他遇到了很多好夥伴 跟他一樣 天生就跟別人不一樣 至於這些夥伴有誰呢 希望大家可以自己去圖書館找一找 看一看這本書 跟小耳朵一起踏上旅程的夥伴有誰 這本書告訴我們的意思就是說 每個人的特點都很重要 謝謝各位同學跟各位老師的觀看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